大家好,我是唐斐,科幻写作者 然后感谢中欧国际文学节 然后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线上进行交流 大家看我的题目呢,应该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末日生存题材 末日生存题材它是科幻类型创作里面一个比较边缘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很不错的末日生存题材的作品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The Walking Dead 就很难把它归类到科幻 它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剧 但是就是你要带着那种科幻的这种类型膝带去看的话 你肯定是会失望的 还有其他一些作品 不把很多这些科幻元素 比如说外星人和战争 气候灾难 但是你看它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少了那么一点科幻感 那是为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带着这个疑问 然后一起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讨论 这个问题系在脑子里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说你末日生存题材就一定要是这样很科幻感的 但是用这样科幻的一种推演的方式去进行末日题材的创作 你会发现这维度就会丰富了很多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去实践的 我觉得科幻它是一种思想方法 它通过极端情境 还有意识间的构建等等这种陌生化的创作手段 然后呢 把我们从日常的这种刻板的印象 固有的思维中解救出来 然后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这种尺度 看问题的尺度和角度 然后重新来审视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作为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身处却不自知的种种情境 去重新去思考当下的这些问题 那同样的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天来一起邀请大家去参加 邀请大家来参加这样一个思想实验 然后呢我们试着用科幻的推演的方法 去进行一次末日题材的这种创作 我们看看会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希望大家是用一种参与的方式 然后来进入到里面 而不是说听我去讲 或者说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大家可以看书 如果你在书本上可以获取的知识 我们就没有必要这样讲 然后这样的一种亲身参与的方式呢 也是其实科幻所鼓励的 我们鼓励的人是自己去思考 而不是说接受别人告诉你是什么 今天的这个思想实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几年前玩过的一个角色扮演游戏 说是角色扮演啊 其实是特别朴素的 一群人就坐在桌子旁边 就像你们开会一样 简单说呢就非常像狼人杀 然后大家就在那里 进行各自的角色扮演 这个背景是非常简单的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末日生存的模板 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 地球上的人类灭绝了 由于某一个原因 原因其实不重要 它可能是核战争 可能是传染病 可能是等等各种原因 那呢只剩下这九个人 最后的九个人类 幸存者 他们一起逃到了一个地下堡垒 然后在这个堡垒里面 是有一些物资和补给 以及一些机器跟设备 就是前提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摩摆 然后呢 就游戏它的方法 玩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九个人 他们是不同职业的 他们分别是 大家试着记一下 因为九个人可能比较多一点 火箭动力工程师 生物学家 然后呢 农民 运动员 诗人 计算机工程师 政治家 还有一个 秘书 大概有一个印象 这里面有几个人 然后呢 游戏的方法就是 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 抽签 你扮演一个角色 由于物资跟补给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需要 在每一轮的游戏当中 决定要牺牲掉一个人 那么怎么确定这个 决定这个牺牲的人呢 那就是以公开 所有活着的人 公开投票 来决定 我们到底牺牲谁 在投票之前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替自己的角色发言 来证明 我的 我是有价值的 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我对集体是有用的 我活下去 能帮助 大家一起活下去 然后就一轮一轮一轮 这样衰选 衰选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我本来以为啊 这个游戏 它其实是 接下来还会 到最 剩下最后一个人 他可能还有发展 然后来评判 我们这个 所有的选择 是不是正确的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 有更好的选择 但没有 它就是一个很开放的游戏 它考验的是什么呢 它考验的就是 玩家的 它的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以及个人魅力 但这其实是 很表层的一个 它真正看的是什么 它真正看的是你的 生命观 你的价值观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 应该活下去 值得活下去 什么样的人能帮助 更多的人活下去 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然后我当时 这个整个游戏过程 真的可以说是 波兰无惊到 令我惊讶的一个过程 就它完全整个 大家一路下玩下来 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 几乎是没有出我意料 而且是那种什么 怎么叫没有出我意料呢 是我一听到游戏规则 就能想到的一个游戏结果 第一个 那现在就是 大家在往前面 一起想一下 如果是 你是这九个人的 其中的一个 那你会决定 怎样的一个 生存顺序 生存优先等级 在我这个游戏里面 第一个 第一个死的人 是秘书 你们意外吗 我一点 其实并不意外 我可以待会跟你们说 第二个 政治家 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不意外 这个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到这种时候 这种权力已经 在极端环境下 这个权力 对生命价值的这种权恨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 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一直就很忧心的一个角色 那职业就是诗人 他居然活到了倒数第四轮 也就是说我们到最后 连火箭动力 工程师都放弃的时候 我们没有放弃诗人 就你放弃了火箭动力 工程师 这意味着什么呢 朋友们 就意味着放弃了出去的希望 对不对 然后最后活下来的是 生物学家 然后我可以把第一轮 大家公投之前 大家为自己辩护 或者证明自己价值的 大概的一段话来复述一下 火箭动力工程师说 我是火箭动力工程师 我能造火箭 那我的作用就不用说了 这里的物资是有一线的 地球肯定是不能呆了 有可能的话 我们还是要离开地球 去别的星球 去创建我们的人类文明 对吧 我是大家的希望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他当时也很落定 他真的觉得 他自己可以活到最后 然后运动员说 我不用说啊 肉搏啊 对不对 我身体那么好 然后我们这边 虽然是能源有 但是我们这个太阳能 那个太阳板 还是在外面的 而且我们说不定 实际还是要出去的 出去很危险 像我这样体格 那么好能肉搏的人 你们一定要需要我 OK 农民说 你不用说了 你们要吃饭吗 你们要吃这里的东西 你们肯定会吃完 但是水果里面有种子 而我会无土栽培 你们要靠我 那生物学家肯定说 那你们就更靠我了 因为你看我什么都懂 我又可以学医 然后你们谁受伤了 我们可以 我可以帮助你们 然后呢 我还可以制造一点营养素 给你们的线粒体去充电 这个意思就是 能让大家更超长的 发挥自己的人类的能力吧 我就这么简单的这么说 然后呢 还可以跟农民一起合作 然后建造一个 闭合的循环的生态系统 你们肯定是需要我的 OK 然后呢 政治家说 你们要谈谈啊 不管是在地球上 跟那些外面的坏东西 或者说去别的星球 跟原住民 对吧 你们谈谈啊 谈谈是需要什么 针之手腕啊 需要我 好 然后呢 还有谁 计算机工程师 需要 对吧 那么最后剩下了谁 就我们最后主要的秘书 他的发言其实不差的 而且我觉得是很有道理 他说 在座的各位 都是自己领域里面的专家 但是我们在这么一个 狭小的空间 有限的范围里面 有限的空间里面 有限的物资资源里面 我们需要一个人统筹 分配物资 然后统筹大家的工作时间 否则的话 你们就会互相影响 我是这个 小小的人类最后一个 微小微型社会里面的 粘合器 我来负责连接大家 很有说服力的一个 否则你们只会互相干扰 互相影响 你们可能每个人都想做好事情 但是你们最后是会互相干扰 而且你不知道怎么去分配物资 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懂 但是 即使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他死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人类观察实验 如果你站在外部去想的话 你站在外部 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地方 首先诗人 他能活到那么久 我们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话 肯定第一个死的是诗人 因为他在这样一个极端环境里面 他其实是最没有用处的 但是他同样是消耗氧气 消耗食物和水 这就是游戏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游戏 它是一个非极端环境 去模拟极端环境 你并没有到一个生死抉择 那个部分 然后呢 我们 又是一个公开投票的 表决方式 那每个人其实是希望自己表现的 比他自己 有的更善良 更友好 有爱 对不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诗人会比实际生活的情况 更得到尊重 我不是说诗人该死 或者说最佳选择 而是说从我们现实角度来看看 如果你们各位有诗人朋友 或者说有一些喜欢写诗的朋友 他应该很清楚 诗人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地位 或者说他的处境是怎么样 对吧 那到极端环境 但它只是个游戏 所以你能看出这里面 是有一个表演性的成分在里面 大家会稍微 往善的那个部分去偏一下 但即使如此 这个游戏 仍然能看出来 我们内心的这种价值观和生命观 这就是为什么 而且我们是在下意识的流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秘书 是最先死掉的 比如从理讯判断来说的话 你对一个稍微有一点社会学常识 或者说稍微有一个对这个社会有了解 其实知道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尤其是在这种极端环境 在这种非常情绪和高涨的这种情况下 紧张的这种环境下 所有的人又是这种领域里面的专家 他们怎么去协调跟协作 他们会的只是自己领域里面的 就是说一个协调的统筹的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是一个这个小型社会里面的根基 但是大家其实下意识的就把它去投掉 为什么 这个就反映了你的一个生命观 你的价值观 对你来说 这个时候的生命价值观是什么呢 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 就社会还有秩序的情况下的一个生命观 它打破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的政治家 它会很快死掉 因为权力在这种环境下 它是没有用的 如果来一个富翁也一样 它一样也会很快死掉 这个时候他们所有人的这种生命价值观 体现了一个什么 体现了一个劳动价值观 他认为什么劳动是 对我们人类是最有用 是最能帮助我们解脱困境 其实他并没有经过一个很理性的思考 就只是一个惯性的思考 就是我们常态的时候 我们去思考 我觉得 其实现实生活中非常对应 对不对 秘书助理 我们用工资去衡量一个人的劳动价值 我们用他的工作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类辅助性的人才的劳动 其实是被视为非智力劳动 如果可以跟大家讲 因为差一个小花絮 第一个程序员是女性 她是英国诗人拜伦的女儿 这很有意思 包括电子技术在没有出现之前 编程和计算一直都是女性的工作 因为男性认为 她是一种非智力劳动 她只需要仔细嘛 只需要细心 大家会发现只需要仔细和细心 她既不能被划定为体力劳动 她也不能被成为一种非智力劳动 她成为了一种隐性的劳动 这种劳动价值 也是在我们日常社会中 其实是被忽略的 刚才说的工资对不对 但是也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还衡量 她可以让秘书去接送小孩 去做很多去拿她的干洗衣服 去替她做很多私事 因为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 而这个服务性的工作是没有边界的 因为它本身是隐形的 它本身价值是极其低于 必须通过其他的 零碎的索碎的家务性的工作去代偿 所以这个实验就很有意思 它就就是能典型的能看出来 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的 大家的这种劳动价值观 说了那么多 大家可能会想一想 为什么有些 科幻末日生存题材 我们把它缩小 缩小到现在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情景 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科幻电影 科幻作品 你还是觉得没有科幻感 是因为 大家想看的是一个 所谓很多人说我喜欢看科幻片 是因为它末日题材片子 是因为 它能体现这种在 人类社会秩序崩塌的情况下 人心善恶 那么你怎么去看人心善恶 如果我们没有进过一个 推演的工作 它的这种善恶 所体现的 那很可能就是 你会看到一个放大的恶和放大的善 在这个极端环境里面 那你就看到的是一个放大的 办公室政治 放大的宫斗戏 所有的人性善恶 而与我诈 那最后的生存逻辑 要么就是 肉肉强死 强久成为最后一个生存者 要么就是天道轮回 好人流好棒 这种书写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 当然它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法 比如电影 通过其他的视听语言 镜头剪切 小说通过悬念设置 来丰富 但它整个这种方向 你还是看到一种单一型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极端环境下 放大的日常的 伦理判断 道德判断 价值观判断 我们看到的还是日常的东西 当然它可以拍得很血腥 加大尺度 我们仍然没有 我所说的 变化角度跟变化角度 你的角度还是一样的 你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波兰普京的那个剧本 按照那个方向 看到的就是一个 比较常规的默认题材片子 这不是我所说的 科幻的推演默认题材片子 当然我们如果带着这种 判断 我们自己刚才我所说的 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判断 从一个外部观察者 去判断了大家 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同样 书写一个不一样的科幻片子 默认题材的这样的作品 它很简单 那就是一个一群九个人 因为他们杀死了这一个 他们牺牲掉了这样一个 辅助型的人才 这样的一个秘书 然后所有的人 没有恶人 没有特别自私的人 相访他们可能好多人 都是有现身精神的 然后急于在这个空间里面 通过自己的专长 去拯救所有人 最后团灭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 善 却愚蠢 最后灭亡的故事 这就是新的一个 就是这个我们以前看到的 这种末日期 它就不一样了 那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可以 现在可以自己在脑中想想 如果我是这九个人 我去决定 谁是有价值的 那么我怎么从这个 有价值的人身上 去推演出 他的价值 以及我自己的这种价值判断 但我老实说推演 大家很不明白什么是推演 其实这也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概念 但我可以这么说 这是一个逻辑线 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 现有的逻辑的延长线里面 就是你还是按照 一个社会的逻辑在走 但是你可能会 在这个逻辑线的外面一点 但是在延长线的这个位置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换一个人 秘书已经讲了太多了 再讲下去就变成 一个女性主义专题了 讲一个 如果九个人 里面有一个清洁工 我决定让清洁工活下去 当然应该有四种 对吧 第四种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政治正确 这政治正确很容易滑入到一个 伪善的一个这样一个处境里面 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弱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应该活下去 这是一个没有说服力 其实也违背人性 一个口号式的选择 因为你真的到生死有关的 境地的时候 我不相信你仅仅是出于政治正确 你能让一个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 活到最后 而且它活下去 它怎么去作为最后一个人 来活下去呢 那现在有三种方法 我们排除政治正确 第一种 大家最喜欢看什么呀 末日题材团队生存的 这种作品里面 大家最喜欢看的是小人物 然后清洁工他就是个小人物 然后OK 我安排他有超能力 他突然就有超能力 他可能被谁咬了一口 或者说受到了辐射 他在或者说他本身就有超能力 然后突然由于惊恐 由于信任何 分泌了大量的内源性 多巴胺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人 然后呢 他就有生存价值了 他可以拯救人 并且可以活到最后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方法 至于是在你大脑建立了一个很短的一个奖赏机制 你就很简单 但是你看得很爽 你明白吗 一个小人物有了超能力成为了一个英雄 这就是爽天的逻辑 大家就觉得啊 开心 就是尤其是我们把机器带入到他身上的时候 因为很简单很容易也很快 但这不是科幻跟推演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 他是个清洁工对不对 但他有爱好 他平时的爱好就是 我说的夸张一点啊 他可以拿绳子去套那些塑料瓶 为了跟人抢那些那个瓶子 瓶子废品 可以卖的吗 为人跟抢瓶子 他怎么远距离最快的去抢到瓶子 他练就了一身本领 拿那个麻 我们套麻锁的那个东西 然后套 或者说他有那个拿石块去丢东西的这种准确度 这样在这个末日情境里面呢 他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个附加价值 那就是说啊 你看我还是有能力去消灭外面的那些怪物啊 或者说能帮助到大家之类的 这是第二种 这也不是科幻跟推演的方法 第三种 你们想想看清洁工他的 职业技能有什么 在我们的逻辑里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 可以说常识或者说在逻辑里面 是什么 清洁工他会 垃圾分类啊 对不对 他能从一些 大家看似是没有用的 废弃的物质里面 他能 辨识出 并且甚至能提炼出这些物质 他能找到 甚至能经过一定的焊接 能做到零件 就火箭动力工程师他可能 要的是必须有零件这个部分 或者物质本身 这个物质本身已经存在了 钢材啊 或者是PVC啊 这些东西要存在 在他面前 他才能去制作 但是在这种情境下 一个清洁工 他就知道怎么便废为宝 在一些看上去完全没有用的东西里面 发现出这些能为大家所用的 这就是他的能力 这个是大家都觉得 他本身就会做 但是你切换了角度 你换了一个角度 你会发现 他本身会做的 在这样一个情境里面 这样一个陌生化的情境里面 他突然有了新的作用 他有新的价值 我们去重新去思考这个人的价值 虽然这个其实在很多人看来 他跟他们想象中的科幻是不一样的 科幻就是要有火箭 要有航天 要有宇宙大海 星辰大海 或者说变异人 好像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推演 小小的一个社会的推演 在他们看来不是科幻 我想问一下 社会科学是科学吗 社会科学是科学 那根据社会科学 做一个就这样的 一个小小的推演 当然也是科幻小说 他有一种逻辑感 这种逻辑感就在了 他本身的那个逻辑就是 清洁工 他会拉积分类 就是他本来就会做的 这不是我立刻附加的 前两者都是我给他附加上的 这就是一个作者痕迹就很明显 对不对 就很简单的一个加分 就是意外加分 无论是超能力 还是他平时会的那个东西 他根据爱好会的 那都不是他必然会的东西 而第三项是他这个职业里面 他本身他其实就具备这种职业技能 那你要找的就是 我根据你的职业技能 我找到你在这个情境里面 你能发挥的作用 就是这样的一个推演 甚至 甚至我 我想到的那个瞬间 我还其实 我都有点泪目了 就比如说我们到最后 可能只剩下他和一个baby 一个婴儿 那么前方就是很熟 很白烂的 很烂熟的这种桥段 就前方有一个怪物 或者说有一个建筑物挡住了 但是他们必须通过 那么他们有炸药 或者有之类的这样的武器 那么他需要开车 他们也有一辆车 他旁边是有辆可以发动的车 然后呢 但开车那根本死了 就是这另话说 然后呢 他只要开车把炸药 或者把一些爆炸物 丢到那个地方 然后开车走 他们就OK了 这件事情就 他们就解决难关了 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可能会有什么难题 想一些 想一些 他不会开车 也许一个清洁工 他的阶级身份 跟他的经济能力 不够他买车呢 那他就没有车 对不对 他有车 但是他不会开 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没有人觉得 这是你导演 或者你编剧 或者你作者 硬塞进去的 这就是一个 我们现实中 其实每个人都意识到的 这样的一个现状 而且这个是个 很荒诞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一个这么大的 人类都毁灭了 居然因为不能开 不会因为你穷 不会开车 然后大家就要团灭在这里 而这个时候 那最后 他怎么去解决呢 他可能就 手动组装出 一个 我们知道就是清洁工 他有垃圾桶 要把它去运过去 有些并不定 并不定每一个 都有那种小车 去运的 有的是通过 他们那种 类似自行车 或者黄运车 这种人类的方式 去运这种垃圾桶 他就组装了一个 这样的 而且是组装的 不是现成的 这样的一个 车 放上炸药 然后去了 当然他不可能生还 因为那个速度不够 没有车 他也没有车 他能前进 但是他在 前进的路上 因为速度不够 他可能就到达不了 到达不了 那个工期范围 他必须要有车 但是这个车 能到 速度不够 他就不能生还 他最后是用 这样的方式去 实践了他一个 人类的使命 他可能说 后面可能不是baby 可能是个小孩 反正之类的 总之说 留下了别人 活下来了 但是想想 其实是 你会真的会 达到你 反正至少是感动 感动到我自己了 我自己当时想到的时候 我其实就会觉得 这样一个就是我所说的 我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关于科幻的推想 末日提算 有这样的推想 你才会觉得 所有的末日生存的 人的价值 人的生命 它是立体的 它是真的有分量的 真的跟你现实是相关的 而不是说 我们只是永远停留在一个 关于人性的探讨 善和恶 正义 这些大的形容词 它太容易被任何人去定义了 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到 具体 具体再具体到 这种对事物的理解方面 如果我要写末日生存题材的话 从小的方面 我说从刚才说的具体情景 我们从职业出发 可以有以上的推演 那我们也其实可以有更多的 如果我们对这个社会了解的话 我们要知道经济跟权利资本 它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社会的经济主体是怎样的 资源分配是怎样的 许多社会性的问题 你必须去了解 你才能写一个末日 或者说不是说必须吧 这个有点太不断了 因为每个都有它自己的 一个魅力 持在里面 但是你可以写出一个 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科幻作品 就我很希望就是说 大家听到今天 这么一个详细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idea 或者说从这个方法 是不是能自己 写一个小小的 这样的一个科幻作品 就是 我认为 科幻作品它不是一个 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一个门槛的 一个创作形式 有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误会 误会说它是一个 科学 强相关的 普及知识的这样一个 文学 或者说把它认为是一种 技术狂想 乌托邦的一种 小说 你看我刚才说到乌托邦 我们想想我们说的一些 反乌托邦小说 它其实是对社会 就是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 然后去写这样一个作品 这也是一个可以 就说 大家不要觉得说 科幻小说一定是讲未来的 未来发生什么样 科幻小说是可以讲近未来 也可以讲现在的 只要它存在一个 如果发生什么 会怎么怎么样 就我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现在 就真的 到了末日 有九个人 其中一个清洁工的话 它就真的就可以去这样做 而它的确就属于科幻小说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读科幻小说 为什么要读这样的科幻小说呢 我觉得科幻小说 其实说的 刚才说的是一个思想方法 而且它是一个游戏 所有的游戏都是帮助我们去 锻炼 就像你经常会去跑步 去锻炼你的肌肉一样 我们的思维也是需要锻炼的 不停地去锻炼思考 重新去评估 否则我们是很容易去被一个记忆 有的固定的印象去束缚住的 我们所知道的越多 未必是真的 对这个世界了解很多 我们知道的越多 可能会越加深我们自己的偏见 而这个时候科幻小说 他就是来帮你阻断 帮你来说 你不要那么舒服 你不要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你出来 从你的位置出来 看看其他的可能性 当你看到了其他的可能性 你是不是对你现在的这个处境 有重新新的了解 我这个题目叫 作为最后一个人类活下去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这个是什么 大家都会说 把重点作为 说活下去是一个重点 那我想前面四个字是很重要的 就是人性 那刚才说到人性在 创作里面 你不能用很宽发的方式 去表现出来 我们怎么表现 我们需要是很多衣服的手段 那推想其实就帮你 衣服到这个部分 就是我通过一个清洁工的 他的职业技能能看出 他在很多世上的选择 对吧 你不能是一个很空泛的 最多现在很多最流行的 就是绅士 我们看日曼 最近的日曼 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 就是大家都走绅士流 就是一个人 他可能是坏人 他看上去像坏人 他一定是大坏人 但是我们看他的生死 他好可怜 对不对 然后如果人性只是直到那一步的话 那是不够的 没有说服力 好吧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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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